南投县政府文化局所举办的逐艺产品开发竞赛 是逐艺界每年的盛世 作品汇聚来自全国各地逐艺创作者的心血结晶 经由评审从创作技法、创意特色、整体美学、经济效益等四大面向 进行缜密的综合评比 文化局希望透过这项竞赛的举办 能够发扬逐艺现代美学 及生活艺术化的价值 足艺是南投县最具特色的地方物化产业 所以幸福文化局每年举办足艺产品开发青赛 希望激浪出足产业使其永续发展 本年度产材作品共计50件 由花局聘请足艺、设计学界专家及优秀创作者共同评选 从创意技法、创意特色、整体美学、经济效益等十大面向 进行缜密的综合评比 评审结果 首展一名由曲明正先生作品 小鱼编语一提栏浓获 优选两名由蔡真佑先生作品 原体把足编包 及许明山小姐作品品锦获得 家座山明由廖英秀小姐作品 古典式女包为金颖小姐作品 方行茶龙、刘士群、王伯勋、林群逸先生共同创作作品 受分别获选 其他录选作品共计35件 文化局希望透过该今下的举办 其能发扬足以现代美学及生活艺术化价值 将传统足以技法赋予现代创意设计元素 吸引更多人投足研发创新 激荡足以产业永续发展 暂期致至日起到3月30号为止 欢迎各界踊跃临参与 记者乡心服南投採访报道